有的人失眠是那种轻度的 就是睡得特别浅 一有什么动静就行了 还是总是就入睡特别慢 入睡前的准备工作特别长 你要关灯 听一会儿 听音乐 翻来覆去 看半天书 不能有人把扰 对 一弄久就说就是那种 对 这样一类的人也特别多 这样一类的人呢 又不能说他是失眠 对吧 他也睡着了 但是就是像你们说的 写 特别难睡着 对对对 睡着了以后又睡得浅 特别容易醒 醒了又不容易再入睡 对 这样的人特别多 我们可以叫他一个雅失眠 这种人呢 他实际上是什么呢 就是血不养心 就是血虚了 血不养心 就是说他的血 不能营养这个心脏 那那个心呢 就比较不舒服 缺营养 他就睡不安稳 这种情况下 我们呢 就是补血养心 用一个什么呢 桂圆莲子茶 桂圆莲子 好补啊 对啊 桂圆莲子都是补心的 桂圆是补心血的 莲子是补心气的 就一起煮 一起煮 把那个两份的桂圆和一份的莲子 一起冷水下锅 这个煮的时间要长 莲子要去莲心吗 莲子不要去莲心 就带心 就带心一起 带心 桂圆不要去壳 带盒 这能喝吗 好押韵呢 不是外面那个吗 还是不去里面那个 盒还是壳 壳和胡都不去 壳都不去 壳也不去 壳就肯定去不了了 对 那煮出来什么味 要加糖吧 假如你不加糖 它也挺好喝的 你可以回家试一下 但是呢 我们推荐可以加一点红糖 这样就更加的补气血了 红糖也是补血的呀 它就是壳煮能煮透吗 能 因为莲子要煮很久 所以你冷水下锅 两个一起 至少要煮三十分钟以上 让它们都煮得烂烂的 然后呢 你再起锅放红糖 然后呢 您再喝那个水 吃那个莲子 再包那个桂圆 包开口吃里面的肉